我根本不會 Freestyle 這是最後一次我寫個愛奇藝 你們浪費了一首歌的時間 坐職 Freestyle 春日秀很嗆你們浪費瘦子哥時間 坐職說唱巔峰則是遇到挑戰啦 要和對手PK Freestyle 其實每個聯盟裡面都有幾個Rapper 他其實不太擅長 Freestyle 我完全都不會 Freestyle 我是真的不會 Freestyle 的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真的參加過 這種 Freestyle 的 Battle 沒有想到瘦子會第一個出來 他也是嚇到我 一開始有這個話題出現 我已經感受到 在他們三個的現象 真的有點 真的啊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我會覺得其實我也很害怕 其實一開始他要直接一打全部 我就覺得我都還沒事 我就讓金哥來幫我打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真的是鼓起頭去挑戰一下自己 Let's go DJ 小跑輸全部早早輸 但就只有這一句 現在就此打住 我想我們玩了去開拍隊 去樣馬路 其實曾經啊 我真的很討厭人情事故 但那只是曾經會 現在我想明白了 沒有事故 哪來的故事 沒有人情哪來的人情味 我根本不會 Freestyle 這是最後一次 我寫個愛奇藝 就算我沒有名次 啊 就算我不是二十 還是可以教育你們 像是個小孩子 Check it 啊 我們又浪費一首歌的時間 啊 我想說的是再說一遍 你們浪費了一首歌的時間 剛剛一首說浪費了一首歌的時間 不好意思 這輪期後我們再次領先 剛剛這一段 到底準備了幾天 我想問問你是不是先奔過筆先 to the king 進楊和蘇 節目播出後 瘦子也在IG 感謝歐陽敬的鼓勵 其實最重要就是 真的不要想太多 Oh no OK 壓力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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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至少反正也沒什麼好看的 對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他們 因為遇到了長沙的金剛狼 還有如果吃不飽的話 還有新疆的新疆囊 對對對 我只會這樣子而已啦 對對對